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Aster生活分享 戴著眼鏡很傻,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化妝,現在已經是晚上八點半了 沒有人會知道 最近收到一個朋友的私訊 問一個私人問題,挺苦惱的 我自己一直有規矩私下不回答問題 不要怪我,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做導師的很多學生 我自己有很多朋友 然後有很多讀書會的共修 然後相對有很多粉絲 再加上,基本上沒有什麼人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什麼問題的人就走了 沒有unfinished business 我們都有unfinished business 所以我是私下不回答問題 除非你的問題,你肯讓我公開回答 又或者你來我讀書會,我來Q&A的時段 我就會回答這樣 但因為這個問題我覺得是挺不錯的 然後就問過這個問題的主人之後 他願意公開他的問題 當然我們不公開名字了 問題就是這樣 他說 我剛在Youtube看見你有關如何吸貴人的video 後感到很迷惘 原因是 我與一名相識十多年的好朋友 在半年前罵了 過去他在面臨極大困境時 曾數次向我求助 我亦三番四次借錢給他 解決了他而微之急 可時他最近block了我電話和Whatsapp 我用email聯絡他 他也沒反應 別人連Whatsapp都block你 Facebook也block你 你的email當然不回覆你 小姐 先生 我借他的錢 對我來說 不是一個小數目 只因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想他漏了個好字 假如你所說 去幫助向我們求助的人 可幫助我們眾貴人 我幫的更曾經是我最好的朋友 為什麼我現在的境況會如此 我這情況仍是眾貴人了嗎 抱歉 現在我對友誼 對我自己的判斷力以失去信心 希望你不要怪我再借女長編大論 不要緊 因為知道你都很心煩 OK 所有事情都是兇性的 我說你幫朋友 而未知急 是不是一個好種子呢 答大家 現在答 是不是 是呀舉手 不是呀舉手 不用舉手 在家裏被人見到你很傻 OK 借錢是兇性的 如果你借錢給朋友 或者家人 或者誰都好 甚至乎不相識的人 因為他要做大手術 他沒有錢 或者家人要做大手術 那你借了 你就甚至乎沒有叫他還 或者你借了之後 你跟他分期分得很長 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善種子 來的 因為救人條命 那又是江湖救急種子 又是生命種子 那你的福德是很大的 OK 但是這些case 借了麻煩你不要出人還 OK 甚至乎如果你可以的話 就毫給他算了 或者你借10萬給他 你每個月還一千元 這樣開個 整個AutoPay 借錢這家有很多學問的 我只有一層層地解釋 OK 那這個是善種子 但是如果 你本身是一個 Nex A茶餐廳老闆 或者一個 SME老闆 或者你是一個 正常人一個 然後你有一個朋友 他都是疑微之急 不過他要吸毒 OK 或者他要賭錢 或者是 我知道那個case是這樣的 有一個茶餐廳的老闆娘 就經常借錢給一個夥計 那這個夥計 每一次出糧 一會兒就沒有錢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拿錢去賭錢 以及他會吸毒 但是因為老闆娘要面子 要好面子 那他又覺得 不要拒絕這個員工 所以就不斷借錢給他 其實借了錢給他 他不單止沒有給家用 自己的老婆子女 還是不斷去賭錢 過海 接著吸毒 那麼要嫖嬌倒陷 我想問問問一下 那這個借錢的方法 又是不是一個好種子呢 絕對不是 OK 好了 你的問題就是 那我這個好朋友的疑微之急 這樣 是不是好種子 第一 就是看你的女兒行姦 我感受到你裡邊有一種 委屈 有一種 屈滿 我不認識你 又不認識你 和你朋友的關係 但我的治療皇家我感覺到 為什麼你借這麼多錢給朋友呢 對你來說似乎你又不是一個大有錢人 有錢老或者有錢婆 為什麼你借這麼大塊錢給人呢 會不會深入你會用錢買個友情呢 不要說不是主 我們很多人都會的 小學的時候都會的 我有錢點買條媽條 我那個年代買條媽條是一毛錢的 然後就請同學吃 希望他喜歡我 他喜歡我就不會跟他玩 他只是跟我玩 這些是人性來的 用錢來買愛 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來的 我們父母會這樣做 我們爺爺母母婆婆會這樣做 例如是會給錢給孫兒 然後說你不要告訴媽媽 我婆婆給你 這些就是用錢買愛 所以我就會問你 因為我不知道你那個借錢的 我們叫come from 你的企圖心是什麼 會不會是你如果不借給他的話 你怕養衰呢 或者你不借給他的話 你會怕沒有了個朋友呢 或者是你想顯示你是好人呢 或者你是九型的二號仔 你要play I am God 所以你作為一個神的話 你當然要打救你的子民 我現在說得很輕鬆 不是因為我輕挑 而是我想你第一 把事情看得輕一點 第二就是 最近你和他罵了 然後他blog了你的WhatsApp 然後你的Facebook 這個是很多事情在裡面 第一 當朋友和朋友之間借錢 其實你的朋友是遲早沒有的 你想像一下 比如說我借了 假設你借錢給他是我 那我們兩個在爭論 那你在爭論什麼 爭論什麼都好 爭論這個世界上有沒有UFO 我欠你十萬元 然後我想駁你 但我突然想起 我欠你十萬元 我好像不是太好駁你 如果我駁你的話 可能你會覺得我沒有良心 那我就會怎樣呢 吞了他 這樣吞了 反過來 你是借錢那個人 你借了十萬元給我 你和我爭論UFO 有還是沒有 你會想 其實你和我的論點不對 但如果你駁我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 唉 免得駁他 以為我借了錢之後 又好像在那裏 逼他 大蝦細 於是你又會忍 所以一借了錢之後 關係是很複雜的 無論借到不借到 你還要說 這裏借了好幾次 而且不是一個小數目 那基本上 一有錢銀瓜葛 在友誼裡面 就已經是有個不平衡的 Friendship 就失衡了 和開始變質了 所以其實基本上 如果你借錢給朋友 家人 老婆老公 兄弟姊妹的話 OK 除非那個真是江湖救急 譬如說 我說江湖救急的可能就是 臉葬 醫藥費 手術費 這些叫江湖救急 如果是那個人生意出了問題的話 我都未必會借 為什麼呢 因為你現在生意出的問題 你要問我借錢 OK 那就是說你沒有辦法在銀行那裏借錢 套現 你也沒有東西賣 那你下一次再有問題的時候 你會怎樣 你就繼續借 那你問誰借 問我借 那我就變成你生意的替死鬼 所以如果這些人做生意 等著錢套現 我未必會借的 因為江湖救急的事 通常都是 就是這個 留給借江州 一借不回頭的 所以 我未必會借的 OK 除非我看過整件事 就是他知道真的有錢回來了 那然後 你的錢你先過來我那裏 然後你之前來我那裏 我先給你 那些給你 為什麼要做這麼絕呢 反而是因為你想留住那段友情 你要做這麼絕 又或者 我以前會這樣的 以前是魚人給我借錢 因為我自己本身做高職位 那些員工呢 會走進來我借錢的 和老闆借錢的 可以 那我說 為什麼你和我借 我和你不是很熟 然後我員工說 你這麼有錢 我不問你借 問誰借 以前啊 現在我沒有的 大家不要問我借錢 那接著 我說好OK 不是借得多 他說我要多少錢 他說大概五萬元這樣 說20年前 我說五萬元OK 五萬元裡面有多少是真的急的 那他說五萬元裡面有萬五元是很急的 我說OK 一萬五元我就借給你 其餘三萬五你自己拆掉 因為我同事根本不熟 我不借給你 你好像很壞 那我說OK 你可以怎樣還呢 如果一個 如果分開 一萬五元 分三期行不行 他說不行 那我分十期行不行 每期還1500 他說可以 OK 立刻去銀行做autoplay 我一會兒就過了一萬五元給你 然後你做autoplay 之後還給我一張紙 然後我簽 然後我們就 變成一個交易 就放下了 他就每個月還1500元給我 變成大家在走廊裡見到 都不會硬妨妨妨妨 而他也不會是 啊 Essa是我的大恩人 不會 Sorry 有些人不會覺得你是大恩人 還有我就不肯借給他 如果你不玩 那怎麼辦 我和你不太熟 那如果現在時光倒流 我甚至乎不會借 因為我都不認識他 跟他又不是熟飯 沒吃過 好了 所以這位朋友 你說我現在是否還在種貴人的種子 那我會說不是 為什麼呢 除了剛才我說 因為我不知道 你借錢給他的企圖心是什麼 如果你的企圖心是 我朋友有難 光不夠急 我現在幫你這一局 OK 的話 那這個是一個好種子 但是因為你沒有叫他 設定還款期 還款的方法 那你又為了自己中了壞種子 因為他根本 你沒有問他怎麼還 還要借完一次又一次 那你更加是壞種子 OK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 借錢 你要借得甘心樂意 譬如說 我借給一個人 他要開刀 或者他兒子要讀大學 欠十萬八萬 或者怎樣 我借給他 我覺得 我完結了別人的夢 或者是 我救了別人的命 幫了別人一個救急的關頭 然後 重要的是什麼 I feel good about myself 我覺得自己很好 大家可能不知道這件事 在總之法則裏面 如果有人叫你捐錢 叫你做義工 叫你去 無捐也好 你去做什麼也好 OK 你一定要覺得 心甘樂意 和你覺得 開心 你才會做 譬如說 如果我見到一個黑衣 我覺得 嘩他很可憐啊 又斷手斷腳 又周身髒髒 臭痹痹 我條命這麼好 我捐些錢給你 那你搞錯了 你完全衰了 如果你見到一個黑衣 或者我叫菩薩 他是一個給你種種子 是一個福田 你見到 你會覺得 這個老伯 我很想捐些錢給他 或者這個婆婆 我很想捐些錢給他 然後你拿錢給他 你婆婆身體健康啊 早點回家 天氣冷 你捐完之後 婆婆可能突然眼睛發光 小姐 多謝你 多謝你 你都身體健康 然後你感覺好 這十元八元二十元 而婆婆又感覺好 你那十元八元 這就是一個超好的種子 那你晚上睡覺 那時候就想回 今天令到婆婆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 做了一件事 這個十元 這個二十元 真的值了 這是一個一等一的好種子 但如果你覺得 因為那個黑衣 或者那個義工團體 或者那個project 哎呀 好慘啊 他們不夠人手啊 或者怎樣怎樣 哎呀我來幫一下你 Sorry 你中了這個可憐的種子 OK 你中了這個 你不會想別人 以後有一天 需要可憐你來幫你 對不對 不會這樣 所以呢 這位小姐 這個case 我希望你明白 其實我覺得OK 另一個角度看就是 其實 對於你的朋友來講 他的壓力 他未必是一個壞人 OK 有人借你錢 借完一次後一次 其實他都很艱難去面對你 OK 所以給他一些空間 不要再想著這件事 還有你的友情 其實和你的不債是掛勾的 OK 他欠我的錢不還了 現在還不理我 其實是兩件事來的 他欠你的錢 不理你 可能基本上他這幾年來 或者十年來 他都引得你很厲害 你也都引得他很厲害 OK 那然後跟著 再加上一件事 其實真的 有景的話 沒有人想欠人錢的 所以這件事 你放下 放下 你把這件事放下 然後就是 等他準備好 或者有一天 你自己的緣份到的話 大家還有緣份的 就再見 沒有緣的話 就算了 因為錢已經虧了 這個朋友已經沒有了 OK 不要再去想這件事 就是我的錢怎麼辦呢 這個人為什麼不理我呢 因為有很多很多 之前的華陽瓜葛 前世今生 然後到底你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你這麼短短的一段事 即使我常常 我不會知道整個故事是什麼 我自己會說 嗯 當做一件好事 不要再問候說了 這樣子 你這個種子 就有一個 不確定是好種子 或者是壞種子 變成一個好種子 就是第一 第一 雖然你聽你的語氣 你不太有錢 你也是有能力幫你的朋友 是不是 第二 就是說 我想你都年輕的 應該不太大年紀 我看你 所以你都還是虧得起這個錢 以後經一事 再認識新朋友的話 第一 如果有人還幫你借錢 那你就記得叫他納約 然後跟著分期付款 甚至乎問清楚原因 你決定借或者不借 可能會是 不好意思 我其實真的很愛你 我真的很關心你這件事 但我真的無能為力 或者好像我們剛才這樣處理 就是 你到底你真的急是多少呢 可能他要欠30萬 但他真的急的可能是3萬 那OK 然後就叫他分期還給你 做autopay的 還要簽那個借據 這樣 行不行 那希望幫到這位朋友 好不好 那下次再見 拜拜